哈喽宝子们今天是拆 今天不拆骨子 我们拆一个就是之前 KIP跑的三个奖牌 是买回来用作 古美道具的 是总共跑了三个 分别是打算给白竹 小草神还有那个莱奥斯利用的 这个是那个智慧魔药 是准备给小草神用的 但是觉得它也很适合 那个爱美利埃嘛 其实 那个其实早就到货了 但是一直拖着到现在才开箱了 不也无所谓 然后这是那个智慧魔药的 那个奖牌 它也是那种流沙的 它之前还有两期 有一个爱情魔药 然后那个黄的是时间魔药嘛 觉得那个黄的 就是很适合一些演戏角色 但是那个 那个我错过了 然后它这个保鲜膜不太好找 那个口 找找了 找了半天 这就是那种 它那个流沙的感觉 食物的话 感觉和宣徒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 它下面那个底座感觉 比当时看的时候小了一点 然后这是那个 羽毛笔 这是它的一个配件 嗯 头也非常难找 然后它这个的话是可以有磁吸的 磁在那个瓶身上 嗯 它是在中间那块 呃 四叶草下面有一个那个磁贴嘛 然后我想试一试 它可不可以就是 你 现在 呃 讲拍的体贴的地方 但是发现并不可以 然后它这个自立性的话 可能必须要在特别平整的地方才可以 嗯 然后它这个是羽毛笔 后面有了颗很小的那个磁贴 它这个我试过了 它那个 呃 如果说沾上油 它这个磁贴可能会因为那个羽毛的重量的话 给它就是掉落下来 就是导致那个羽毛朝下 嗯 然后这两个的话 也是今天刚到的 嗯 所以说就趁热拆这两个 这两个是给 呃 莱奥斯利和那个白竹跑的 呃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跑 是因为跑完智慧魔药以后 它呃 推荐了这两个嘛 然后突然看着很像 呃 不 很合适 然后就又 顺便又跑了两个 这个是那个 KEEP的时间侦探 这个如果说有宝子被安利到了的话 就是最好是赶紧去跑 因为我看那个APP上的话 说还有形式四天就要结束了 嗯 同样的也是个头很难找呀 哦 那种复古的感觉 这个指指还可以掰动 就是 但是不太好掰 嗯 使我很漂亮 它下面这个链子我很喜欢 嗯 好看 这个羽毛笔给它配上也感觉也很好 嗯 这样子 看下一个 这个 哎 这叫什么竹影吗 这个的话 其实是被那个 呃 李推姐妹给安利的 她 因为这个很适合呃 李的那个 呃 内侧的一个八截嘛 然后 但是我也感觉它也很适合白竹的 但是那个图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 那个八截我买了 不过还没有发货 呃 等着到货了以后再放进去看看吧 嗯 然后这是它那个奖牌的本体 它这个是可以打开的 里面是可以放八截的呦 而且它那个盖子还是那种镂空的 嗯 我就感觉还适合 它这种竹子的就很适合那个白竹嘛 嗯 好 反正今天就差这三个了 那就再见 拜拜 然后这个是搭配了莱欧斯林那个 呃 因为是八截的样子嘛 感觉还不错 其实它的正反面都可以贴这个八截 哦 然后 嗯 我会测这一面 然后这个的话是那个纯图片展示啦 嗯 好 那就这样子啦 拜拜